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 离开彼得田园 飘荡在无边的海洋 政府对原住民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有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 你说安置也好 或者是居住权 协助原住民来做这件事情也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突破性 也非常好的一个规划跟计划 住在这个地方 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 他是 我有照顾到这些原住民 每个人现在都有房子 小孩子都搬到这里了 大家会怀念旧部落 因为在旧部落 他是往往前前 是用我们自己的一个组织方式 去生活 山音部落主任搬到这边 他真的就是 就是要给人家看 你得去表演给人家看 我们的自主能力很好 那我们很听话 可是我们需要政府可以让我们 就是把我们这个屋顶 有比较好的一个建筑建材 我们没有文化的话 我相信我不会这样 我会变成被童话 变成汉人 我的血统就是半山 没有部落的话 我们就没有文化的感情 原住民的居住的问题 跟街友的问题 我不愿意把它等号来看 是因为原住民发展出一种 自我互相照顾的系统 我们的群聚 就是一个我们从部落原乡 就一直存在的一种 彼此互助照顾的精神 不对的事情来了 你就是面对它 你不要逃掉 因为你在这里逃掉了 你在下一个地方 你一样还是遇到 你只有就地战斗 如果50年前 我的前辈们 已经那么辛苦的 在这个土地上面存活 我现在还在经验这种东西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